死神方便曾经和武装翼龙一样,是武林峰的一个传奇人物,自从死神方便登上了武林峰的内排,连续赢了52场比赛,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比赛,就是和泰拳王马库斯的比赛。 三次完美的击档马库斯,赢得干净漂亮,他的实力得到了中国全民的认可,同时也凭借这场比赛,登上了世界国际网80公斤级别第八名,这是唯一的中国人登陆80公斤这个级别的排名。 美丽死神也是一个非常牛的选手,曾经打过日本的配衣,从70公斤级别,打到了现在的80公斤级别。 美丽死神是77公斤级别世界第一,是昆仑爵80公斤级别金腰带拥有者。 自从打昆仑爵,还没有输过,中国反打冠军白健斌,也被一拳KO。 美丽死神直言,马库斯和死神方便,自己一天内就可以击败,完全没有问题。 死神方便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打比赛,直言已经36岁了。 到了退役的年纪,现在主要担当武林峰比赛的解说,不过最近死神方便宣布付出,很多权迷非常期待,希望他和美丽死神打一场比赛。 方便表示注意到了美丽死神的言论,未来两个人会不会打,要看自己的比赛状态,如果自己能重回巅峰,相信没有人可以阻挡,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自信的。 不过大部分网友,不看好死神方便去打美丽死神,打些,无名小卒还可以,美丽死神太强大了,已经36岁的房辩,没有机会赢,会重蹈武僧一龙的失败,全怕少壮,不服老不行,如果方便是个聪明人,就不要走一龙的老路,不一龙的后尘,见好就收,早点退役,金盆洗手。 保留不败神话的传奇才是明智的。